道正法师 菩萨界本经 白话浅述 在《家菩萨界》《清界》第23条说 新的水果 新的五谷 新的意思有两种 一种就是刚出产的新产品 第二种就是新鲜的 得到新出产或新鲜的食物 先供养三宝 就不违犯此界 新出产 就是刚出产的新产品 并非钱无金有 而是水果都有生产季节 刚上市的时候 叫做新产品 当然 刚上市是较贵 如果你是因为很恭敬三宝 特意去买这种珍贵的东西来供养 当然是好 但是这不用勉强 看你的经济能力就好 因为佛制这条界的意思 并不是佛自己爱吃新产品 所以叫我们买新产品来要供养它 佛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佛制所有的界都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用的 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吃好 要得到恭敬用的 我们必须把握戒律真正的精神 菩萨界本经第一条清界 不供养三宝界中说 若不少多供养乃至一礼 少多供养 就包括香 花 灯 果等供品的供养 若无供品 最起码拜一拜 用一手祭送来赞叹 那是最少的了 这种说法叫周到圆满 至于在佛菩萨界第二十三条 只有说到饮食供养三宝方面 没有说到其他 所以这条界只能算是 菩萨界本经清界第一条的 其中一部分而已 是有相关的 看界文要用心 有时文字里面 虽然没有每一项都提到 但是有一项文字 就可以看到它的毅力 比如这第二十三条 得到新的饮食 没有先供养三宝 尚且都犯戒了 何况平常对三宝不恭敬供养 哪里会不犯戒呢 可见菩萨界本经包含的范围很广泛 供养三宝这个道理 是包含在任何一本菩萨界里面 这再加菩萨界本六重二十八倾戒 它是由幽婆色戒经里面 揭露出来的 幽婆色戒经全部有七卷 它的内容 讲供养三宝的道理讲得很多 尤其幽婆色戒经 特别有一品 供养三宝品第十七 这一品将供养三宝说得很详细 所以在加菩萨界本 就没有一一响列 因此 受六重二十八倾戒的在加菩萨 只有看这些戒条是不够的 想要认真受持的菩萨 须将幽婆色戒经整本 读过才能够受用 才能真正做到 在加菩萨应该做的功德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世俗对供养的水果 有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比如有的人说 巴勒翻十六不可以供佛 甚至说凤梨也不能供佛 这种传说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根本就没什么道理 有人说巴勒是因为吃的时候 莲子吃下去会从粪便中排出来 排出来的子 在发芽长大变成树 树又结果 所以接出来的水果不能供佛 这是不合道理的 如果依照这种道理来说 很多水果就都不能供佛了 所以世俗的传说不正确 我们不要随便跟着别人这样论传 应该知道 只要是我们能够吃的水果 都可以供佛 其实佛菩萨并不是人间食物 这只是表示 我们对三宝恭敬的诚意而已 供佛就是在提醒自己 要记得觉醒 记得用正法恢复清静本性 而我们不能吃的 就不可供佛 如果橘子还没有熟 又轻又酸 不可供佛 不然这种连我们都不能吃 不爱吃的东西 拿去供佛 这样未免太不恭敬了 一般只要我们能够吃的水果 或者素的饮食 都可以供佛 有些水果摘下后 需今后熟阶段 才能食用 如香蕉刚采下来 是绿色皮还没有熟 必须要等全熟 能吃了 此时才可以供佛 如果还没有熟 就拿去供佛 等到熟了 能吃了 才自己吃 这就太不恭敬了 所以凡是水果必须等熟了 我们能吃了 才可供佛 否则 不恭敬 有罪果 水果是这样 其他的食品 供佛的道理也一样 如五谷之类 我们也不可能吃生理 总不能生理拿去供佛 煮成饭菜自己吃 这就如生理拿去给父母吃 煮成饭菜自己吃 这种做法 哪有孝心呢 佛制出家人要过中不时 所以要供佛 也必须在太阳日中 之前供佛 过中的中 是日中的时间 也就是太阳刚好在正中的时间 每天都不一样 如果要知道 日中的准确时间 可以上网 查询天文台 过中时刻表 一般来说 时时 就是依当时所在的地方 冥香线至太阳日中以前 是出家人吃饭的时间 所谓冥香线 就是早上天亮之后 在外面 没有任何灯光照耀的情况下 看得到手掌的粗纹时 就表示冥香线了 也就是时时的开始 非时时 就是太阳过日中一发顺 直到隔日天 未亮之前 冥香未现 就是佛制出家人 不准吃东西的时间 除非有特殊病源 依佛制的法则 而作开源 凡是饭 菜 水果 瓜类等要供佛 必须在时时这段时间供佛 若过中后 非时时时间 就不可以供佛 有些在家菩萨 在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 依照在家菩萨戒 于六斋日 都要受持八观斋戒 就是要过中不时 一个月有六天 必须过中不时 除了六斋日以外 其他的时日过中后 是可以用时 因此就担心自己过中用餐 吃东西时 没有供佛 就会犯戒 要供佛 又已经过中了 不是佛寿食的时间 这样要怎么办才好呢 上会下信法师教导我们 过中之后 如果要吃东西 应怀着惭愧的心 此时不能供佛 但凡夫业账重 不能不吃 要用这种惭愧的心来吃东西 勉励自己 求佛家被使我业障消除 有办法能像佛一样 过中不时 又如果是过中以后 才买水果回来 或者别人才送水果来 这些水果若可以保留到次日 还新鲜不会坏 不妨留到隔日天亮后 于太阳日中以前供佛 供佛以后 自己才受用 如果饭菜这一类的东西 是不能保留到隔天供佛的 因为饭菜这些东西 隔夜之后 它会变质不新鲜 所以就不能用这样的东西来供佛 佛在戒律里面有说到 残留的食物隔夜就叫做残素食 佛是不赞成弟子食用残素食 佛尚且都不赞成我们吃残素食 何况用吃剩隔夜的东西 拿去供佛呢 隔夜的饭菜 不只是佛不赞成我们吃 就在现代的医学上也不赞成 因为隔夜的饭菜已经变质不新鲜了 吃了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对身体会有不健康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这样说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是要大家浪费饭菜 将残素食都丢掉 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要建议提醒大家 煮饭 煮菜要用智慧 要吸福 要吃多少 煮多少 不要贪心煮一大堆 又吃不完 有人说 吃残素食 是为吸福 我们想想看 没有吃那么多 偏偏要煮那么多 这哪里是吸福呢 吃不完的 硬是要吃下去 或者是留住明天继续吃那不新鲜的饭菜 这不但不是吸福的举动 而且还是没有智慧的行为 要吸福必须在买的时候 或是煮的时候 就要吸福 不要过量 买太多或是煮太多 就是浪费 就是损服 像近来世间灾难很多 天灾地变频繁 饥荒饿肚子的人也很多 我们有福报 有东西可吃 就要珍惜不可随便浪费 今天要吃多少 就煮多少 明天要吃的 明天再煮 每天都吃新鲜的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 何必今天煮一大堆 吃不完 游到明天吃变着又不新鲜的呢 要吸福 就必须要用智慧来衡量 分量 以免浪费又损服 买太多浪费金钱 煮太多浪费时间 吃太多伤害身体 这都是损服的事情 若是煮太多吃不完 隔天又要吃不新鲜的剩菜 这不但没法戒律 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也不好 这都是自找麻烦的事情 再说 能不能活到明天 任何人都没有把握 何必将明天的饭菜 今天先煮起来放呢 我们必须仔细地来检讨一下 佛不赞成 我们吃隔夜的饭菜 不只是为了健康的理由 其中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智慧 我们想想看 今天饭菜煮太多吃不完 又舍不得不失 打算明天还要留在疏忽世界 吃这些剩菜 就等于是决定 今天不想往生西方 不肯去西方做阿饼拔制了 这种心念 就和我们要往生西方的心愿 不相应了呀 如果今天晚上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去西方 我们是不是还会想到 我有一碗饭菜放在冰箱 还没有吃完 为了要西福 所以就不想去西方呢 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认为 我今天还不要去西方 所以才会留一碗饭菜 准备明天还要在疏忽世界吃呢 表面上看起来 虽然留一碗饭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那碗饭里面 所隐藏的贪恋心 就是一个 使我们生生世世 轮回的大问题 因为我们时常都在贪恋 舍不得放下这个时间 好吃的东西 所以一直不断地来这里轮回 我们要仔细地检讨 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 是一碗圣菜比较重要 还是往生西方重要 其实我们每天可以说 都选择要轮回吃圣菜 并没有选择要往生西方 若是每天都有留一碗饭菜 准备明天要吃 不只是今天不想往生 明天也是不想往生 甚至到临命中的那一天 也一样没那个愿要往生 佛陀时代 出家人脱播 脱回来只是一餐的份 除了自己吃 还要不施给生病 不能去脱播的出家人 甚至还要留一部分 不施给其他肚子饿的众生畜生 最后洗播的水 还要持咒不施给鬼神 使鬼神得到饱满 佛并不赞成 我们有留饭菜 准备明天吃的这种心念 佛教我们 要留一部分 不施给肚子饿的众生 不施不只是吸福 也是修福 食物要不施之前 需持咒 念佛 使吃到的众生 都可以离苦得乐 发菩提心念佛 同生极乐果 这是发不施的心要利益众生 和把饭菜丢掉 是不一样的意念 而且这种不施 是在明天连自己 都不一定有东西 可以吃的情形之下 所做的不施 和自己剩很多食物 而去浪费的情形 是完全不同的 再说 为什么要拿东西供佛 供佛真正的意思 就是提醒我们的决心 提醒自己本来是佛 要用大慈悲来对人 要用大智慧来做事 要时常回光返照 来观察自己 发觉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一碗饭菜 是不是有先供佛 这对佛实在是完全没影响 但是 因一碗饭菜所起的念头 对自己的解脱和轮回 就有很大的影响 佛教我们东西 要先供佛 就是要先提起自己的决性 看到每一种食物 现前 都要先提起决性来观照 这绝对不是拜什么水果 或者拜几碗菜的问题 是我们的内心决性的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